扶起來那一剎那 他頭本來是看著我的學長 就那一秒鐘 我跟兩個其他兩個學弟 我們就趕快幫忙 我的手就順著他的大腿 要把他抬起來 一抬那一剎那 怎麼可能 那是什麼意思 那時候我在中山分局 大約在一點多的時候 我們無線電就通報 在農安街接近德惠街的中間 人家那個七層樓的建築物 下面的一個花圃 坐著一個女生 那第一個想法就 在特種行業區域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那我們下來的時候我的學長 大我幾歲 幾七的學長 他是一個柔道的選手 180幾公分 100多公斤 可是凌晨1點多 農安街後面那邊的燈 沒有像前面那一段那麼亮 所以我的學長就跟他說 你住哪裡 從哪裡來的 那個女生頭就這樣 看著我的學長的臉 他說比樓上 住樓上就對了 那我學長說 站起來 他說這麼晚了 三更半夜坐在這邊很難看 因為他穿短裙嘛 結果我學長就是從他的右邊胳膊 手上爛的 要把它拉起來 要把它拉起來 對 要不要扶起來 扶起來那一剎那 他頭本來是看著我的學長 結果那一秒鐘 我跟兩個其他兩個學弟 我們就趕快幫忙 因為那個時候以為是昏倒 我的手就順著他的大腿 要把它抬起來 一抬那一剎那 他整個骨盆槍都碎掉 怎麼可能 那是什麼意思 骨盆槍全部都是血 那我們就快快快快 送去隔壁最近的親身醫院 對 四個警察就把他抬到親身醫院 其實他已經死掉了 我那個學長開始性情大變 完全 他本來是個笑嘻嘻的 然後他在臨申北路 可以開巡邏車 開到時速六七十 臨申北路人來人往 開六七十 很恐怖 很危險 他完全變一個人 八兩斤踢小兵 然後他的眼睛只要把人攔下來 因為那個年代 只要把人攔下來 砰砰 他就捶他兩拳 所以很多人不敢跟他上班 就覺得說學長怎麼突然變成那種 很暴躁 脾氣很暴躁 因為我們的寢室是 我跟他睡同一層 那睡同一層 晚上他都會講 說夢話嗎 夢話 那突然一個多月之後暴瘦 我把它說他一百多公斤 瘦到剩下六十幾公斤